Hello 大家好 我是欣欣 今天这个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平时在家待的时间 到底有多久呢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 经常因为拍摄的原因 外出工作嘛 所以导致我每次回家 都会有一种 住酒店的感觉 今年呢因为比较特殊嘛 所以在家待的时间 反而变久了 所以我也有反思过 对于生活 我们真的是要花一些小心思的 因为啊 如果你在家都没有办法 真正的放松下来的话 这种状态是真的很难受的 所以今天呢 我也准备了一下 给你们分享一些 我觉得在家可以提升 幸福感的好物 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种香薰 因为我自己很爱买 我们家是五时五刻 都会有香薰的 然后其次我就觉得 香薰这个东西 因为味道呢 它真的是很神奇 每次回到家 就闻到一个熟悉的味道之后 我的这个神经 不管再紧绷 它都会稍微的放松下来 说到香薰呢 我也算是一个香薰大户吧 就便宜的 贵的我都有买过 然后在每一个房间都会放 香薰的话呢 会分为两种 一个是无火的 一个是有火的 像这种有藤条的 它就属于是一个无火香薰 像这种香薰 它上面都会有这种黑色的 吸水藤条 它就是可以吸收它 液体的香味 然后散发出来 我今天安利的这几款呢 它都是来自OCE 首先是这个 我比较喜欢的 好像是99块钱吧 因为它的体积比较的大 藤条也会比较的粗嘛 所以我会把它放在客厅里面 让这个味道也会扩得更大 另外一款我想安利的呢 是这个灰色瓶 之前都是放在房间里面的 它的味道很好闻 梨和小苍蓝 然后还带了一点点白茶的感觉 我觉得闻到它就是 好放松 所以我把它放在房间里面 然后这一瓶也是非常的便宜 29块9 接下来要分享的呢 就是两款油火的香薰 其实也就是香薰蜡烛 那首先是这个 这款呢 它就是和工美博物馆一起联名的 一个精油低温蜡烛 点燃它以后 这个蜡烛融化 里面的蜡油 我也有试过 它确实不会成为那种蜡一样的固体 特别是北方比较干燥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种涂抹式的精油蜡烛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之前拍视频的时候 一直摆在后面的 其实它是来自宜家的 蜡烛托也是宜家的 樱花的味道 然后因为是粉红色 然后配上白色的嘛 我之前有在评论里面 看到有人问我 那今天就来回答你们一下 说完了香薰 接下来呢 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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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香香味道的女孩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 Big Eve家的小奶盖洗面奶 稍微揉搓一下 就有很丰富 很绵密 泡沫的那一款 今天要安利给大家的呢 一样是来自 Big Eve家 烟纤胺香水身体乳 我手上的这个呢 是升级版的 它里面加入了5%的烟纤胺 还有地范唇和湿黄唇 烟纤胺呢 不用我说 就是美白的嘛 湿黄唇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 抵御光老化 地范唇呢 可以控制产品 刺激的一个风险 我现在真的是用生命 在强烈的安利 这款身体乳 你们双十一的时候 一定要给我抢 首先呢 就是它的这个包装 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 很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性冷淡的感觉 很高级 它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味道 我这次收到的是一个 白毯雪松 还有一个是雪蓉山泉 先不要管它的什么效果啊 光它这款的味道 没有女孩子可以拒绝 我手上这个白毯啊 它是一个新的味道 非常的清新 很干净的感觉 它的前调呢 是那种柠檬的味道 中调呢 又有一点薰衣草 加上豆蔻的感觉 光是这个前调 还没有真正的达到它的高光时刻 你们一定要稍微的等待一下 去闻一下它的那个厚吊 因为它前面是非常清新干净的嘛 加上它厚吊的那种 琥珀啊 白苔啊 这种稍微中性一点的味道 融合的刚刚好 非常的恰到好处 另外一款呢 叫做雪蓉山泉 它就会更加的偏中性调一点 让人想要去靠近 但是呢 又有一点不想靠近 满撩的 这款身体乳呢 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人性化啊 因为它非常方便大家使用和带出门 用的是这种旋转的盖子 它呢 就不像其他的身体乳啊 挤的时候非常的困难 像牙膏一样 非常的好挤 这个质地很好推开 基本上三秒钟吧 就可以完全的被吸收 它里面会有五重的玻尿酸保湿 所以根本就不怕秋冬天起皮啊什么的 它流向的时间也是非常的久啊 我一般是晚上洗完澡涂嘛 第二天起床 我整个人包括我的被窝 都是那种香香的 就是会有一种自带体香的效果 而且我感觉用了它之后出门都不用喷香水了 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那至于美白 我个人觉得 你还是要坚持去使用 只要你坚持就一定会有效果 最后呢 我要再给大家安利一下 我最近的一份大爱的东西 两个新买的枕头 我买的是这个水星家坊的乔麦枕 我真的太喜欢睡这个枕头了 因为我之前的睡眠不是特别好嘛 试用过很多的枕头 不管它的软硬度还是它的高度 都不是很贴合我 我最近呢就是网上冲浪的时候 突然推给我了 我想反正也不贵 这两个才99块钱 就想说嘛 回来试一下 因为它里面是有乔麦的嘛 睡的时候 它正好是在我的鼻腔的附近 你就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乔麦的香味 会让你镇定身心吧 让你更快的入睡 像我以前睡的啊 就是这种比较高的 就像一个靠枕一样的枕头 那自从换了这个新枕头之后 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睡眠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好啦 今天的视频呢就是这些 如果你跟我一样啊 每天回到家里面 整个人就是压力好大 我真的是非常 会见大家可以去买一些 提升你幸福感的东西 希望看我视频的人 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每一天 今天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吧哟